Jalously is a form of hated built upon insecurity 他的安全感会令到一个人变得妒忌 也会将一个人变得很脆弱 一个性格比较脆弱的人 他很容易就会觉得寂寞 当一个人寂寞的时候 很容易就抵挡不住誘惑 今晚除了会说我小小咸多多趣的鬼谷之外 压俗就会说一件发生在2004年 轰动整个娱乐圈的不伦之戀 当中的过程 我们可以分析故中的人物耐心世界 如果日后你遇到类似的人 向你挑逗的话 我奉劝你停一停 想一想 除了今晚我们去分析他们的性格 就让我们今晚一起进入这个迷幻业缘金教展 Are you ready? Okey 换了张相先 Hello 以下来我讲这个灵异事件是发生在一间美容店的 你知道其实我很多网友都是女性 如果男网友 其实我去那间美容店 他们都有男人去做facial 不知道我的网友有没有那么贪美呢 其实有时候异容都不分男女 你知道 your face your fate 多数都看了样子才看内涵 话说这个事件的主人翁就是一位叫李太 他就是这一间的美容店的VIP 你知道VIP有什么特权呢 通常打过去电话订阅 如果那些女孩哪些是最抢手的 那经理呢 如果他纵使那个美容师没有那么时间 当你VIP打电话下去 如果你要求哪一个呢 通常他都会换回 除非你遇到另一个VIP 如果不是的话 通常都有特权 几忙都会用开那个美容师 我其实也是一间美容店的VIP 不过这段时间太忙了 我迟些要多些放假 因为我都要回去做facial 早前疫症我就没得做 怕要戴着口罩做不到 好了 这个VIP打电话去那个美容店 接着经理就说 哎呀 你用开哪个的吗 用开Janice的 但Janice 她原本没有空的 不过见是你 你就好了我现在安排了 好了你明天来 明天来 接着李太就说 嗯算你会做啦 好了就到那天了 她就去到了 哎呀你知道了 VIP门口的那些经理就 差不多九十度过功了 因为说真的 VIP一年都花不少钱 在那家美容院那里 所以那些 那些经理或者那些美容师 在门口的 接触见到那些VIP 我进去就已经觉得你是财神 特别好招呼 就是我这样说 阿里太啊你好啊 那个房已经准备好了 Janice 一早已经供候你了 你就进去二号房 那间房就特别留给你 因为二号房都挺大的 那我进去之后 那跟着呢 Janice就一如以往 就准备好些东西在桌面 那我告诉你 通常美容师进去 跟VIP 喂 做这些呢 不是一开口就叫你买Course 买成的嘛 当然要 和你聊聊天啊 还有老实说 女性的客人去到做Facial 除了真是贪美呢 就是走去个面 按摩 做一些疗情之外 另一个很大的function 就是去吹一下水 减一下压 那些女生哄你开心 讲一下笑 讲一下是非 那些这样 但是呢 亦都是呢 当然 Janice 又一路聊 一路就和她 洗面 抹面 清一下 面上的污垢 然后 看看用不洗 就是有些黑头什么成 那现在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仪器的啦 哇 聊一下聊一下 那些时间是很快的 那越是很快的话 那些人客就爽手 越好快用完了 那你上次买的那个療程 那你就可以 下次你又可以再快点 再买 再多几十万 再买下一个Course 一买就买很多Course的啦 那不是买一次半次 那么简单 因为通常那些经理 或者那些美容师 都会跟你 越买得多就越便宜那一只的嘛 所以她们很好谈的 一路就跟她做Facial 按摩 就谈一下啦 啊你最近怎样啊 讲下你啊 那些开心的东西你听一下啦 那李太太就说 啊没有啊 最近我刚刚才跟我老公去日本 而已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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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啊 我手袋啊 你拿我手袋过来啦 那这条C巾啊 LV的 拿去啦 买给你的 这样 然后 然后Janice就说 哎呀好开心啊 你真是疼我的啦 这样啊 那其实呢 真是这样的哈 那跟着呢好了 那阿祖一路做啦 那跟着呢 聊聊下呢 阿李太就 不是 阿Janice就说他 喂 哎呀我们最近呢 你看我跟你说啊 你和你老公去旅行啊 你们有没有 做些什么 Romantic的东西 跟着他说 哎呀 当然有啦 不过呢 有时呢 我老公呢 很坏的 他说他做事很累的 所以呢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 藉口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下面 在阔阔了呢 哈哈哈哈 起码都关了一件 是不是先啦 会阔的嘛 下面 跟着呢 阿Janice 当然是 打蛇锤棍上了 她说 喂 你下面闊不紧要 现在科技 很进步的啦 我介绍一部收音机给你 什么收音机呀 881903 听阿Doo姐 我也有听的哦 手水多个浪花 然后他说 不是那些收音机呀 收你下面的音那些啊 然后他说 咦 怎样的 是不是 摆部机进去的 你们跟我做 这么说 我听我同事说 他说要个男医生跟我做的哦 如果给个男人做 我老公知道不得了啊 他说 不用怕 我们个人都受过训练的 我们在这里做的 那些美容师跟你做的 然后他就说 你说好啊 你算个数据出来听一下 他说到兴高采烈了 开始敷面 就洗干净了 那他就 通常那个疗程呢 就是清洁完的面 跟你做不同的Mask 那些这样的嘛 那你知呢 做Mask要盖着面 那好了 他帮他呢 用那些Mask 要做机的 因为贵点 做机才贵点嘛 现在很少 阿太呢 纯粹是用手 做不做机的 因为先进嘛 那些药水呢 入得了 够透切嘛 那他呢 好了 做完所有东西呢 就敷回Mask 因为始终那些机呢 可能呢 那些度的 不同的 frequency 下去的面 不知 几一吋 几一cm 几一mm 其实一定要做回 保水的Mask 那所以呢 就要铺了个面 那跟着呢 他说 那现在呢 他帮你呢 铺个面先啦 做个Mask 那这一只 蓝莓的 好正啊 杜金啊 什么的 那好了 他就做了 那你现在在这儿慢慢休息一下了 和你按一下 你的脖子 几下了 哎呀 舒服了 那接着 好啊 我出去做其他东西先 一会儿呢 20分钟你铺完 我就进来帮你脱帽子 如是者呢 他呢 就在房子里 只剩下一个阿李太 就在房子里面 那其实呢 你知道 个人呢 睡了在美容床那里 自己一模模模模模模 那有时呢 他自己呢 都会 叫个女生 哎 帮我开了手机啊 我想听 881 听杜姐 那这样 那接着呢 一路听 一路就做facial 如果不是个女生出了去呢 只有她在房子里 很闷的嘛 那接着呢 好了 他呢 就一直听着手机 他自己一路在这儿敷着面 没那么闷 啊 在一路在这儿工作的时候 听到一些歌声啊 我心想 为什么无端端下午播这些歌 这么奇怪呢 他就不理了 可能突然间 诺词 什么词 就离啊 下个月呢 继续听 但在这时候呢 他就感觉到 他的床尾上 有一种床娘 有个人坐下来,他觉得是谁,是否经理走进来,又或者Janice做完事,免得骚扰我 谁坐在床尾,是否Janice,没有人回答他 他隔了无奈后,他等了很久,平时差不多20分钟,应该有人进来和他脱帽,Janice去哪里 但因为很远,房间很大,没理由就这样叫,但他又闲着脸,他唯有继续等,等等等等 好像比平时等久,差不多整倍时间,然后他不耐烦,他就自己撕开面膜 找个眼睛起码由上面,即是均匀的位置,一撕开面膜 找个眼睛去看看,究竟刚才是谁坐在床尾,竟然没有人,不要紧 他见到可能Janice他们多工作,不记得了进来,他自己就撕了面膜 想起码自己起码可以转一下他的Apps,转一下台,或者看看WhatsApp 他老公有没有找他,就在他自己已经撕开了面膜的时候 这个时候Janice就做完事,在外面就进来了,进来就叫他,陈太太? 接着他就呆了李太太,咦?干啥?我是李太太,你这样也不认得,傻的吗? 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认错而已,可能我以为自己进了另一间房 不好意思啊,这么说,心想,都没所谓,你这么多客人,可能忙到陈陈转 他说,哎呀,我自己撕了,扔不切,我自己撕了面膜 你快帮我洗了面去,我就回家吃饭,工人煮了饭,和老公吃饭 那好了,如是者,他就搞定了,就好像平常那样,做完之后就签 因为一早给了钱,签了卡,一签就签了很多钱 然后就出去Reception,签回今次做了哪些療程,然后就好了,离开了,就走了,回家 好了,吃完饭,和她老公吹一下水,哎呀,和她老公说,他们说,那个美容小姐 叫我买一部收音机,老公你说好不好? 什么收音机?她说收下面的音,收小下面的音 她说,啊?你要做这些?哦,不要紧了,她说,多少钱?贵不贵? 哎呀,李太说,可以的啦,不是很贵的,你始终都是用监,贵极,你都要买的啦,是不是? 哈哈哈,她老公没那么好气,谁知她就自己洗完澡,进房,进房的时候,她就看着镜 平时她觉得,做完肌肉都会容光换发的,但是不知道今天又说不出一种感觉来 她看着镜子,对着自己,为什么我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容光换发的? 她说,平时她做完肌肉,我都神彩飞扬的哦,难道我最近做得多的,很累的人? 她就不理那么多了,就睡觉了,然后她就心想,啊?不是哦,可能我都是 现在年纪大了,我想可能我不单单一个星期去两次,不如这样吧 我一个星期去三次再做多些,我现在都报入中年了 然后她就第二天,她就早上打电话给美容店那里,就说 啊,经理,你跟我每个星期再加多一次,因为我觉得,哎呀,你知道啦,女人,是不是? 做得多,容易保持得漂亮点,年轻点嘛,她说,哎呀,欢迎芝芝,啊? 那么,好了,那她就去了,到第二次了,她进去啦,就,啊? 啊,经理又招呼她在2号房,那样,那样,跟着呢? 那今次呢,啊,啊,经理又带了她进2号房 然后她就说,啊,你太,你先坐一会,啊? 阿Janice她在做事,待會她會進來 阿Janice在進來,阿Janice跟她說 啊陳太太,你挺好啊 啊,你上次已經叫錯我,我是李太太 為什麼你經常叫我做陳太太 然後她就說,哎呀,我已經對得你很好 我是這間店的VIP,你經常認錯我的 一點心肝都沒有啊,你個人 是說,哎呀,不好意思啊 但其實有另有原因的,待會告訴你為什麼 然後,預視者在這段時間做第二次 做完就走了 差不多隔了兩個月,李太太不見了人 兩個月沒有去這間美容店 那些經理一見到他,第三次去的時候 然後經理就跟他說 為什麼這麼久都不來呀 李太太,我們一直都在等你呀 你簽了這麼多 course,你不快點來呀 你上次說要做密一點的 他說沒有啊,有個朋友啊 他叫我去了韓國整容啊 你看看不看得出來呀 我弄了個鼻子呀 他說啊,又看不出來呀 不過看到你好像漂亮了,年輕了 不要緊啦,我招呼你去第二號房 跟著就入了一個女仔 一個美容師 你不是啊,Janice 然後李太太就 你知道啊,阿太又是VIP 大姐的嘛,立刻叫 經理過來 他說,喂經理,為什麼無端端 Janice在哪裡呀,你現在換了個女仔給我,是誰呀 他叫Joyce,Janice沒有做呀 然後他說 咦,為什麼Janice好好地地沒有做呀 他又沒有說原因呀 我們不知道呀 然後他說,為什麼你不給多些錢留住他呀 他說他不是為了錢呀 然後他說,阿Joyce也很好,你用阿Joyce 然後他就沒辦法啦 Janice個人都走了 他就一直在這樣做 一路做的時候 他就很好奇 為什麼Janice做不做呢 他的心無憤氣 覺得我平時就用阿Janice的嘛 現在你又給了另一個 Joyce,我又重新適應 但是你知道女人很好奇 就想試探一下 試探一下這個 Joyce,這個新的美容師 他還給他外面 對呀,在炫耀 新的療程 聊完這些 他心想,你想我買東西呀 讓我先套你的資料 先跟你花些錢在你身上 我都還沒用,我怎樣知道你行不行呀 這樣跟他聊天 然後他就想 漏他說話 他说,喂喂喂,Janice去了哪里,为什么他无端端走了,是不是有新路数啊 没理由我是去熟客,他都一声都不出话给我听,等我和他一起跳槽也好啊 然后他说,嗯,接着Joyce就好像咦咦咦咦咦,接着好了,他就觉得都问他不到,有所隐瞒 接着他就转过另一个话题,就跟他说起,话说话,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客人叫陈太 接着Joyce就说,哦,是呀,好像听他们说,不过两年前已经过世了,他说,蛤,过世? 为什么Janice经常把我认错了,我是陈太的,真的很奇怪,他说,啊,是吗,哦,这样啊 接着Joyce就好像有点害怕,接着他就跟他做完所有疗程,就帮他敷面 接着,好了,敷面的时候,他就 剩下李太在房间里面,他如常就叫Joyce这个新人,就帮他开了收音机一路听 今次他听起来,又会有那种声音 接着他今次觉得奇怪了,为什么整天这个时间无端端,明明开虚心心听,口水都有浪化啊 为什么无端端播这些这样,有点恐怖的声音 接着他又感觉有人坐在床尾位 经常他觉得,哎呀,今次不行,我一定会有些感情 要撕开那个面膜看看是谁坐在我床尾的 然后他一撕开,他见到Joyce,不是Janice Janice就说,喂Janice,为什么你在这里,他们不说你走了 Janice就跟他说,不是呀,我在这里,他们骗你,他们不够人用 我刚才在第二间房间,帮另一个客人做着 他说,是呀,你快点叫,我觉得Joyce都不够你那么好 不如你现在叫老板娘帮我换,好吗 然后Janice就跟他说,好呀,我现在走出去跟老板阿龙,Manager说 就在这个时候,Joyce就回到这间房间,就跟他说 为什么我刚才见你,好像跟谁在房间聊天 他说,不是呀,刚才我见到Janice,他刚刚在这里跟我说 他说你们找他跟一个客人做 所以就特意说他不在这里做,这么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他说,咦,你不要吓我,Janice昨天自杀死了 因为,为什么Janice在这间房间,连续见了陈太太在二号的房间都这么害怕呢 因为陈太太两年前已经死了,所以他两次都在这间房间撞到陈太太 但他最近才知道原来陈太太过了身 谁知道呢,刚刚昨天呢,他自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撞邪呀,是不是陈太太跟了他回家呀 所以啊,Janice自己都结束了自己呀 那跟着他现在又在这里呢,所以他上一次在这里做facial的时候呢 可能呢,陈太太已经整天坐在她的床尾那里呀 所以他啊,Janice又见到陈太太的房间里面呀 所以其实啊,原来那间房很猛的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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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